我們只尋到時間30分鐘 趙偉好 院長好 院長武安好 我們這個有觀察到說在去年九合一大選之後 我們行政部門也開始重視網路以及網路上的溝通 跟網軍們來進行各種對話 也服務網路的族群們 那我們來看一下您曾經率這個閣員出席了 這個在1月24號不久前 來這個出席的網路發展趨勢 研習營 那我們也在行政院的這個網站上 我們截取了一段您那個時候的說法 我們看一下 沒有辦法進行嗎 沒有關係 好 那我直接念這個 你在那個新聞稿上面的說法好了 我們看一下一頁 你在上面的提到說呢 這個 行政團隊施政面對網路世界應該抱持開放資料 open data 不是技術 是心態 要了解網路上的意見 並且以適當的方法回應 而且要藉重網路發展合作關係 來服務網友跟民眾 等等原則來落實各項工作 這樣的原則應該還是沒有改變嘛 是 好 那當時您也提了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用這個網路上用語說 你們請到的是神級的人物 老師們 來去上課 這些老師我們也有請教 那他們確實是神級的老師 可是呢神級的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頁 會不會還有仍然是在神遊的部會呢 在網路的這個層次啦 我們來跟您做一個提醒 我們來看我們幫您做的整理的資料 目前喔各個行政院各個部會 擁有這個官方 臉書 或者是粉絲團的統計表 目前我們看到呢 總共有29個部會機關 這第一頁所看到的是 有臉書粉絲團的 那最多的是什麼部會呢 是陸委會 陸委會呢 是265,460個好友數 或者是按讚數 那其次呢是國防部 是123,068個 這個按讚數或好友數 那除了這兩個單位 是破10萬以上的 剩下的都在10萬以下 行政院自己的這個單位呢 是6萬多 6萬出頭 那其他經濟部是48,000 除了行政院經濟部之外的 就沒有再上萬的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文化部 只有7,000多 金管會不到6,000 很有趣 連主管跟這個民生 最有關的農委會 跟衛福部啊 都連一千都不到 那我們看到客委會 跟NCC 更是100個都沒有 但是這樣子覺得很 很糗嘛 我們再來看 剩下18個部會 通通沒有 就一個都沒有 這根本就沒有成立 那所以呢 高達6成以上的部會 其實並沒有 成立臉書的粉絲團 使用臉書的這個介面 是台灣目前最多人使用的介面 來跟網軍們 跟網友來去做溝通 那這樣也就算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 網友還會有 酷手版的 我們的這個 臉書粉絲團 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是外交部的 看起來像外交部的 他還登記到政府機關 然後這個粉絲團上面呢 他的使命啊 叫做要找本部救援 不如找菩薩耶穌 酷手的啦 就是惡搞的 就是正常的沒有 惡搞的反而存在在這裡 搜尋得到 那只有外交部嗎 我們來看科技部 最主管了這個 跟網路 最有直接相關的科技部 目前我們副院長還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我們來看科技部 也是登記政府機關 他也是一個粉絲團 那這個粉絲團呢 他就擺明 這是衝來亂耶 這是衝來亂耶 而且他講三次 他說因為很重要 所以他講三次 那我遠近於此 我這一個部分想請教您的是說 有這樣的決心其實是好事 因為他確實可以讓很多的 目前的手機使用族 我們現在的大部分 很多人都開始透過網路 其實在認識這個世界 也在接觸 所以你們也才會因此請老師來 為這個行政部門上課 可是我們去檢視以後發現說 這成員您講的 心態可能比形勢還重要 那所以請教說 有沒有什麼 你們覺得可以再加把勁的地方 在這一些部會 面對網路的世界 真正真心誠意的 想要去做溝通 這方面的積極度 您可以再做一些宣示嗎 是 我想那個 謝謝趙委員的這個提醒 我想當然就是說 跟這個網路的世界交往 我想臉書是中間的一種形式 也不見得是唯一的形式 我想這是第一點 我報告的 那麼我說這個 open data 是一個 是一個心態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 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將來都要面臨檢驗的 那這個 這個 凡是可以公開的 都應該把它公開 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然後我也說 從這種角度來 檢視我們自己 所做的行為的話 我們會 讓自己所做的事情 可以做得更周延 我想我 這是我在當時提醒 我們相關這個 部會的同仁 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著眼點 跟切入點 所以我想像這一部分的工作 我們永遠可以來改進 好不好 好 剛才您提到的臉書 是介面之一 這個我認同 但它是非常重要的介面 那我們來看 我們最後再提醒一下 一個數字好了 這是六都新當選的首長 他們的粉絲團的人數 第一名是柯P 他最多 他的這個粉絲團的人數 已經破84萬了 那第二名是花媽成菊 快要80萬 那朱立倫也是目前的朱主席 也有55萬 位居第三 剛剛當選的林佳龍 也破了42萬 賴清德賴神 他的粉絲團比較多 可能有分散的效果 但也有34萬 即便是最新科的 最年輕的市長之一 鄭文燦也破10萬 我提醒您 都比行政院的多 所以這方面加油一下好嗎 是 一定 我想因為這個 相關我們的同仁 因為他們沒有參加競選 所以在這個地方 等於說他們 開始起步比較慢 我想我們來努力 好不好 好 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很重要 跟網民溝通的介面 那第二個議題要跟你討論的是 空屋的議題 空屋議題啊 這個最近很夯 但是那個夯不是一個 就是很令人興奮的 或者是令人喜悅的 而是 特別是我們來自高雄 在中南部來講 是一個沉重的 沉重的很夯的議題 那特別這個環保署 在我們的督促之下 現在開始把PM2.5 也列為這個明顯可以看到的指標 這一點我們也是覺得很認同 但是這只是曝露問題 卻沒有解決問題 但是光是曝露問題就很有意義 我把這些部分再提醒您 首先我們看第一張照片 這是晴空萬里的時候的高雄市 非常的漂亮 亞洲新灣區 可是呢我們再看下一張 有時候85大樓會不見 它是消失的85大樓 那這個畫面 是在很久以前嗎 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就是在3月4號 兩天前而已 兩天前那一天 其實媒體也有報導 說我們高雄地區啊 就是整個台灣都陷在於霧霾的 這樣的一個空氣品質不良的狀態下 中南部特別嚴重 而高雄市是指暴 指暴就是那個真的是已經破表了 最嚴重 暴露在一級自愛物的 這種PM2.5的數值之下 然後呢 環保署就提醒啊 民眾盡量少外出 很不巧 因為最近高雄國際馬拉松快要辦了 甚至有環保團體還建議 乾脆停辦算了 太危險了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我們整理了一下 今年的一月份 一月份呢 根據這個我們在高雄市 有12個一般測站 整個測得到數值的 一個月裡面 有8799小時 就是整個月有測到數值是 8799小時 其中PM2.5超標的時數 就高達了2785小時 達到了31.5% 而31.5%就代表說高雄市民 每三天它其實就有一天 暴露在高度 致癌風險的空氣當中 這種情況 其實我們或許在台北 現在比較 還算涼快 偶爾會下下雨 還吹吹東北季風 你感覺不到 而且工廠大部分也不在這裡 可是在南部 像現在很久沒有下雨了 氣候非常的炎熱 空氣無法的擴散掉 那個嚴重的程度 實在是無法想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要在這裡具體 跟院長您討論 兩個 一個法案 跟一個行政作為 一個法案就是空污法第12條 我們暴露完問題之後 我剛剛講 它並一點的不令人興奮 我們期待趕快解決它 而空污法第12條裡面 就有一個總量管制的 很重要的行政手段作為 可是現在呢 是環保署必須匯同經濟部 才有辦法 進行總量管制 但是匯同呢 經濟部基於它的經濟發展的需要 避免增加企業的成本 它絕對拒絕 從來沒有同意過 所以我們當時就有提案 環保署其實也有提案 甚至呢 都已經這個送到了行政院 說希望啊 把匯同至少改為匯商 也就是它並不是單獨一個部會說 NO 那就不能總量管制 而是必須對話 必須磋商它的可能性 但是在上一次我們質詢 當時還是江一華院長的時候 質詢完啦 行政院這邊 經濟部這邊環保署這邊 給我們的答案就是 這個法案基本上不完了 不搞了 在行政院就把它胎死腹中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只願意做分區總量管制 或許因為我們來自高雄 特別多南部的立委都在呼籲 所以說從高頻先行 這個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只能推而求其次的同意 但是即便執行了分區總量管制 的那種積極度跟速度還是太慢 公聽會裡面有不同的意見之後 現在又延宕下來了 可能要到年終甚至下半年 才有可能來進行實施 所以我在這邊很具體的 來請求這個茅院長 跟我們的這個署長 有沒有可能把空污法第十二條 不要讓他胎死腹中 現在躺在行政院 可能早就已經 可能早就已經不在你們的考量當中了 可不可以重新的有對話的可能性 讓空污法第十二條不要就這樣 當我們每天在看到直報 直報的這樣的一個數字 當我們南部人生活在那樣的一個 空氣品質當中的時候 我們卻無能為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分區總量管制要做那就盡快 但是我必須提醒 分區總量管制 他實在是有對 南部地區的第二次不公平 因為在南部地區的企業成本相對 他就要必須增加 可是你投資在中部北部的 因為他還沒有被總量管制 他的成本就不會增加的比較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也是另類的 其實對南部的不公平 但是為了空氣品質 我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的接受 所以我在這邊再講一次 空物法第十二條可不可以讓他 有機會再被討論 而分區總量管制要盡速進行 您的看法 是不是容我先說明一下 去年這個事情關於空物第十二條 去年我遠遠關心過 那麼我們跟院裡面也商議過 就是關於會同或會鄉這個字眼 那剛才您也提到這個事情 我想我們可以在院裡面 繼續再來討論這個事情 不過就實質面來講 我想我遠遠注意到 我們從去年開始已經就這個高屏地區 做空物總量管制 已經開始一連串的行動 那麼本年度開始呢 也開了很多在地方的公聽會 在中央方面也成立了這個空物減量的 聯繫的匯報 所以就實質面來講 其實我們已經加強措施 第三點如您剛剛所提到 其實高屏地區是一個 算是下風處下游地區 所以同時我們在中部地區 以及雲嘉南也開始減量措施 雖然還不是空氣品質區的 還是第二級不是到第三級 所以就這面來講 我們是從上下游到 一直到高雄高屏地區 都全面進行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這個 新的一個年度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在分區總量管制的部分 因為是您主管的業務 我在這邊就具體的 在提出我的要求 今年 就算是下半年 今年有沒有這個決心 一定要分區總量管制 在高屏區的部分 就讓它上路 而不要一年又透過一年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決心呢 我們估計在六月就會有 最新的一些事情出來 那這個是第一期 第一期總共三年 OK 我想在今年的年中 因為就會看到具體的成效 好 我們會持續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還是要問院長 就是說 署長當然站在環保的角度 他剛剛說會繼續討論這件事情 空法第十二條 那當然我表示尊重 可是因為您是最高行政首長 你要調和頂戴 包括經濟部的立場啊 所以我要聽您說 這樣的案子 是不是可以不要讓他胎死腹中 繼續有機會在行政院會裡面討論 而且甚至我期待 儘速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有沒有這可能性 是我想我會來了解這個問題 好不好 您剛剛提到的幾個考慮的面向 我想我會來深入了解 因為過去對這部分比較沒有那麼熟 好不好 我跟您報告 好 這個部分真的是真真切切 為了南部的民眾的每一天的生活健康 來請命啦 是 我也參加了三月八號的高雄國際馬拉松 我們會不會都當人體的吸塵器 我想這一點都很期待 能夠有一個這麼美麗健康的城市 空氣要把空氣品質還給我們好嗎 好再來同樣的議題裡面 財經調查這次也是最近在大陸當局啊 他們的其中一位這個記者媒體人女士 以一個媽媽的身份跟一個記者的角度 他去做的調查 不曉得您有沒有去關心到這個面向 有 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是 蠻值得一看啦 或許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觀點 甚至有人會懷疑說 因為在一個威權的國家 能夠這樣子被討論有沒有其他的目的 但是我一點都不在意這個 我認為就事論事就是他所提的部分 某種程度 而且透過大陸的官方媒體 願意讓他被披露出來 就代表甚至連中國的當局 大陸的官方 他們也都願意去正視自己的 嚴重的霧霾問題 正視自己因為工業發展 經濟發展裡面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的嚴重的課題 這一點我覺得要予以肯定跟支持 我看環保署的預算每年都編了很多 到大陸去考察霧霾的問題 我們也很願意把台灣更已經先進的環境治理的經驗 去跟大陸分享 兩岸共同在這件事情上面去做出很多的改進改善 因為根據調查有三層的空氣霧霾 其實是在南部地區在承受的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議題之一 所以我在這邊想要請教你 願不願意有行政院的高度 甚至跟立法院來合作 有沒有可能共同邀請財經女士 來到台灣訪問演講 如果她能夠來到台灣進行演講 或許那也是一次兩岸很重要的一個破冰也好 兩岸很重要的一次合作之一 那也可以藉由她的這樣的一個精彩的深入的調查 可以讓台灣的這樣的一個環保的議題 環保的關注度 甚至我剛剛提到空污的這樣的一個整治的決心 更突顯出來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跟委員報告 我看這個議題 事實上它另外一篇反映的也是一個能源選項的問題 是 那麼等於過去在大陸來講的話 他們燒了太多的煤 就是說用煤當作一個能源 然後造成這種污染累積起來的 當然也很不幸就是說 因為整個大氣是互相流通的 所以它在有些時候嚴重的時候 我們台灣也會受到他們的波及 所以像這個議題 事實上就像大家講說 氣候變遷這是一個國際性的議題 所以我想這個題目 事實上是我們一定要重視的題目 那邀請財經女士來演講這部分 你們可以研究看看嗎 我想這部分 這個我們可以來研究 不過這個是不是由民間來發起 還怎麼樣 我想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好 那我們這個再繼續發展看看 希望能夠共同促成 好 再下來的一個題目呢 很有趣 我擔任立委已經快要 屆滿 已經第四年 第七個會期了 這個案子真的是 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我未來從政的生涯裡面 一定會把這個案子 當作我一個很重要的教材 他經歷了 他經歷了三個這個院長 四個部長 五個會期的諮詢 還沒辦法解決 這三位院長我都回顧一下 陳聰院長 江一化院長到新來寧 你知道江院長 我上次真的用一個黑色幽默 還沒想成真的 我上次說 我希望 下次就不要再問到這個問題 下次要見到你的時候 可以帶上櫃罐 我相信他還可以繼續做得下去 結果現在又換人了 那換人了以後 經過了師部長 張部長 杜部長到現在鄧部長 還不知道能不能解決 五個會期的諮詢 甚至第五個會期諮詢 所以我還是再幫您回顧一下 因為每次都會遇到不一樣的會院長 我都要重新講一次的故事 來我再講一下 這是亞洲新灣區 你看這都是中央地方一起合作的 很多預算是中央來的 這是也算中央的政績之一 你看流行音樂中心現在正在施工 那個會展中心已經蓋好了 已經成為高雄最重要 南部最重要的場館 旅運大樓也正在這個 發包施工中 我們的仕途總管 現在成為市民最愛區的地方 觀光一個最夯的景點 八五大樓就不要談了 剛剛已經看到在那邊 這裡叫做亞洲新灣區 你有看到紅色那個地方嗎 他竟然就在亞洲新灣區 最黃金的一個地方 最重要的一個腹地 我們再看下一頁 他在八五大樓前面 在星光公園就是旁邊 他的旁邊不到500公尺 就是會展中心 這裡是成功路 所以這一塊地方是 何其黃金的地帶 但他因為以前是工業區 以前是中油的所在地 所以他污染了 所以那整個紫色框起來 這塊都是控制場子 而紅色的這塊就是 確確實實人住在那裡 而可多年受困 無法改建 無法整整 因為它是一個控制場子 病的病死的死 逃的逃 沒有價值的沒有價值的 一塊地方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個就是很破落的場景 你看到亞洲新灣區 你沒有辦法想像 旁邊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件事情其實本來早就可以解決了 你看到說 96年11月6號 高雄市環保局 就是已經把它撤出 這是一個 星光社區土壤樣品 高於土壤管制標準 是一個被污染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我們又再來看到 99年 高雄市政府就把它公告為 土壤控制場子 我們再看下一頁 而環保署呢 在我們剛上任 才上任沒多久喔 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 就裁決了 所以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本來想要 要的經費相當的多 到天價的這樣的一個金額 環保署的公害糾紛裁決書 他們認為說 就是照 原本的 那樣的一個數字 趕快去旅行就好 它確實是一個污染 而且已經有 工礦定價格 只是因為多年不旅行 所以屬於債務不旅行 所以就沒有其他什麼精神損失 淋淋扣扣扣有的沒有的 就是照那個去把它旅行完 本來其實這一份文出來以後 就可以辦了 但是呢也拖拖拖拖拖 拖到後來我們再看 終於啊 法院也判了 法院的判決書講得很明確 我截錄一下 這個法院是在去年3月份判決的 高雄行政法院說 新光社區均化定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子範圍 一無不合 而他再次的確認 那是一個被污染控制宣告的一個場子 所以不管是範圍 是不是確定有污染 那個已經是明明確確 而且中油都認了 中油都同意了 然後呢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好沒關係 下一頁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看到了 本來啊 在江院長跟先前杜部長的時候 這件事情本來就要解決囉 中油的這個董事會也通過囉 然後呢 當時的整個決議 為什麼會通過 中油為什麼要這樣辦 也是國營會 我們共同開會所做的政策指示 沒想到啊 送來到行政院的時候 先前的秘書長啊 下了一個公文 說啊 要是訴訟結果 及考量實際污染情形 才能來辦理 哇這下又不敢辦了 就好像要等訴訟結果 還好他留了一個火口說 訴訟結果及實際污染情形 好那我們就趕快來趕快辦啦 再來 雖然有點鬼打牆 可是只好我就總質詢再問一次 當時呢 的這個杜部長 他就認為說 請中油按照他的權責辦理就可以 哇講的是大快人心 院長他壓時間 一個月就把他完成 然後就繼續鬼打牆 我們再看再繼續鬼打牆 然後呢就開始 終於我們就開了一個協調會 哇中油真的下了決心 因為他覺得這個逃不掉的嘛 這一定要做的 所以陳總經理跟他的團隊 確實很有決心 他們就下了一個結論 他就把錢都框定好喔 而且多少是土地使用費 多少是賠補償金 都把分清楚了 而且呢 沒有框要等待什麼高等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喔 他直接就說 依照污染實際審制行程 趕快辦理 好那既然有這個結論之後 就趕快看中油怎麼辦啦 好中油就開董事會啦 董事會也同意 說這個東西就照這樣辦吧 然後就要報部轉院對不對 那報部轉院呢 今天要質詢前我們看到這份公文呢 就是說正式報部轉院的公文來了 好 我故事又花了很多時間在講 但是一定很值得的 我就要請教院長跟部長 現在這個球 這一份把亞洲新灣區最高的拼圖 拼起來的重責大任 以及這個桂冠 現在落到你們手上了 這是很好的機會耶 真的 錢的事情也解決了 所有行政程序都完成了 我知道中油有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 可是他已經跟這個問題的本質已經無關了 因為他確實有污染 也在這個範圍 那個官司可能是法務的法將心態 他必然好像要上訴不可 但是他已經跟這個案子是不是污染 這案子範圍多少都已經沒有關係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公文送到了這邊來 我想請教部長跟院長 你們是決定再把它打回票說 那等法院判決再說 還是說我們現在就啟動行政程序 盡速的把它完成 這個桂冠 我們是不分政黨朝野 我一定大大的 把這個桂冠代表高雄人 跟院長跟部長說聲謝謝 那是何等 你剛看到那個區域 何等重要的一個區塊 而民眾遲遲的等待 而且你要知道我們的風格 在我們接手之後 沒有發動任何一次的居民抗爭 因為他們都信賴我 信賴政府 但他們現在啊 已經蠢蠢欲動了 因為連我都快要不被信任啦 好像在騙他們一樣啊 你看一年拖過一年 請教部長或院長怎麼辦 那個霸委員我來跟您報告一下 我想我們都非常感謝 您在這個整個事情上面啊 也幫我們很多忙的 那現在沒有錯 您說的剛剛在這個上面顯示出來 這個文章已經報到經濟部來了 我們會很快的處理 那就是說 就是本於請中油啊 本於全責自行處理 但是我們還是要報一下行政院 那行政院這邊我們會溝通一下 盡快的我們就把這個事情 拿行政程序做完 中油該負的責任 他應該要負責的 他是個國營企業嘛 他有他的社會責任在 謝謝 這個我已經不會 那多久的時間呢 呃 給我一個月好不好 好 我們 我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拿先前院長的一個月的這件事情 當作笑話來不信任你 因為我相信他也是很有誠意做 只是有一些行政程序的拖延到 但還是做了 所以我就信任你的這一個月 就如同我信任會署長 你講的六個月份的那個公告一樣 我們一起來把這些好事完成 下個會期 我們有機會在遇到的時候 我一定要當面跟院長跟 部長說聲謝謝 希望能夠促成這件事好嗎 是 好 那在下一個部分 齁 就是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國營事業啊 他的這個勞工董事問題 這國營事業勞工董事 如果沒有辦法把它處理妥當 說實在造成牢牢相爭 是嚴重的影響了國營事業的競爭力 也造成了工會之間的不和諧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在於我們的主管機關在這裡 要把它很明確的遊戲規則 跟我們的治理能力展現出來 我先說明一下勞工董事的法源 他是在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5條 裡面有提到說 這樣的一個勞工董事或理事 代表政府股份者 至少要五分之一的席次 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 公會推派的代表擔任 所以這就是有一個勞工董事的法源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可是勞工董事如果他只有一個公會的單純 就由公會自己內部去推派勞工董事 可是如果國營事內的公會是複數公會 就是有兩個以上的公會的情況下 怎麼處理呢 目前好像沒有很明確的處理方式 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公司有 在財政部的話是台銀 台銀他有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公會 也有另外一個叫做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公會 那在交通部的部分就是港務公司 他有一個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公會 跟高雄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港務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企業公會 這兩個公會 那這個時候呢 這有沒有前例呢 有沒有可依循呢 其實是有的 我們來看勞動部他其實有做個函事 他說啊 事業單位內如果有複數公會的話 應該考量到全體勞工的權益 要先邀請各該公會協商取得共識後 再進行推派 那我們來看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跟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公會 有沒有這樣做呢 有 他們就照比例 你有多少回彎 我才有多少回彎 就照比例去派 所以都相安無事 先前是有爭執喔 後來現在勞動部的殘勢 然後這個財政部的強力的這個主管監督下 就這麼做了 現在就相安無事了 結果現在換成是交換部跟港務公司在這裡 搞不定 搞不定就是說 現在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大概有1000名左右的會員 而高雄的那個企業公會呢 大概有700名左右的會員 那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會員人數裡面 本來恰情應該照比例協商產生勞工董事 但是呢 不曉得會不會是因為 在基隆的那個總的公會 被說是可能跟公司比較能夠控制的人 所以呢 公司就熱的說 我全部五個勞工董事啊 都給這個總公司的公會來去做處理 那但是我開始監督啦 我們來自高雄我們開始監督這件事情啊 勞動部也再次的函視啦 函視之後啊 欸真的有著急協商欸 公會不來啊 你知道嗎 就是基隆那個公會不來啊 不來以後公司就鬆手一攤了 好像在演雙簧啊 就是說那不來我也沒辦法 問交通部交通部說 那是公司的事 問公司說那是公會的事 那現在是怎樣 現在政府不存在了嗎 不想治理了嗎 眼看著現在勞工董事派不出來啊 我在拆啊 就想說拖拖拖 反正我到這偷渡全派 管你那麼多 管你的函視是什麼 法律規定是什麼 違法亂記也沒有關係 反正這種世道遠良 是這樣嗎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要請教 院長 請教部長 這件事情我具體的要求 是不是可以啊 盡快的去擬定一個辦法 那個辦法就是 勞工董事相關您選辦法 把它明明確確的定出來 不要以後就變得好像是說 有很多的疑慮 有很多的陰謀論 很多的動機 甚至公司還介入牢牢相爭等等的 另外 在這樣的一個爭議解決之前 應該要暫緩公告 整個台灣股份 這個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董事的這個席次 那我為什麼要在總質詢 這樣的一個高度跟你請教 因為實在是 看起來問題無法解決 所以請下院長跟部長 是不是容許我來跟委員報告 那麼當然這個是公司 跟所謂分公司之間 彼此公會之間的爭議的問題 那這個爭議裡頭 大家對於所謂的 複數公會的看法不一樣 那勞動部這邊也有解釋 我個人的處理方式很簡單 因為現階段裡頭是 彼此之間有爭議 那我也請 請這個總公司這邊 來介入來協調 看看有沒有可能 那麼讓他很和諧的 來產生所謂勞工的董事 但是事實上 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那麼總公司這邊不願意出面 而且也向法院申請假處分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說 因為除了一個總公司以外 還有四個分公司 那這四個分公司 我現階段裡頭要求 他們港公司趕快先把人送上來 那麼我們來核定 核定完以後 站在我的立場 我不會偏袒那一方 由他們去再磨出一個 所謂的解決方法 或者是用訴訟去解決 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說 我不能因為 那麼 我現在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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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o 我現在唯一 fest 我現在唯一 我現在唯一 我現在唯一